來,這一題我們要先測驗一下 在這個進來任務裡面,短短包包的第一題 因為今天你做的是不是還是影片 好,那我們都知道這個YouTube一播放之後 你應該知道這個數值所代表的意義對不對 數字越高,代表什麼? 品質越好嘛,畫質越好 但是我當然不肯考你這種題目對不對 對,我要考你的是這個代表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會在這裡考另有引擎 隨便你挑完之後單選 挑完之後上面這裡,因為我這裡已經回答過了 在這裡有一個要提交結果 好,你就可以把它送出,這樣了解嗎? 我用這一個好了 請大家開始做答 你點這個進來 點這個進來 有沒有,上面有一個提交結果 好的,就送出 如果各位呢,你回答完了 你想看看大家回答去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統計 你可以把它按下,進度 這裡有一個進度有沒有 你們字會比較大 右手邊有一個進度,你把它按下去,我有開放 好,現在呢,已經有六位同學回答完了 有沒有,王婷啊,小輩都有 那,回答完不代表是正確的嘛 只代表有回答而已啊 所以,你要看,按哪裡喔?再看一下,來這裡 你回到外面這裡來齁,在任務這邊 有沒有,我用你們的畫面好了齁 在這裡 你們,這裡不是有一個叫做進度嗎? 有沒有看到? 好,在外面任務,這個任務的右手邊有個進度 你從這裡按下去就會看到了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這樣子代表有交沒有交而已 但是呢,你要看統計的情形 你滑到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題目的地方 這裡按下去 對,這樣你就看到了 有沒有,統計結果出來了 果然各位的回答的符合預期 剛剛都覺得老師好像很複雜 沒有那麼複雜 我不會考你其他 所以,這個階同學當然不對啦 好,那 你們應該知道 民主制度的話 很多人喜歡用投票大隊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當然不見得是對的啊 所以沒有人答對啊 這是影片高度 影片的高度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剛剛看的這個 你看這裡 這個240這個是320乘以240 大約是我們一般的VCD的品質 VCD是352乘240 那麼,360是640乘360 這個大約就是我們一般比較常見 有一些網站上面 不是會把影片放在裡面嗎 比如說文章啊有沒有 就放在裡面 大約是那個大小 那麼,再上去這個 720乘480 這個大概是DVD的品質 好,DVD的品質 那你在網上 這個以上的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個HD 對,這個是1280 HD是高畫質嘛,對不對? 好,然後再上去有沒有 有1080,對不對? 這個就是1920乘以1080 所以一般我們電腦解析度 這樣叫做Fu2HD 這樣有沒有了解? 再上去還有沒有 有還有2K、4K、8K 所以,但是呢 大部分如果我們要做影片 通常至少我們現在要做到1280乘720 因為這樣就高畫質的嘛 好,高畫質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的齁? 好,那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再看一下啾啾鞋 啾啾鞋知道嗎? 很紅嘛 也是網紅啊 因為呢 你們剛可沒有特別注意 事實上後面有P跟I 剛哥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那個數字後面還有一個 你們怎麼都只看數字 有沒有看到P? 有沒有後面有P? 有啊 對不對 P跟I真的不一樣喔 那個是有差的齁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啾啾鞋剛好有介紹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齁